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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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还成了一位知名作家 接着美貌与智慧并词的海伦 就受到了包括恩里斯在内的无数男人的大限殷勤 而被受打击的梅德琳只能跑到自己包养的小鲜肉家里去求安慰 不料却撞破了小鲜肉和一个年轻女孩的私情 最后还遭到了对方的一顿挖苦 悲痛欲绝的梅德琳开着车在雨中横冲直撞 泪水弄花了她的妆容 她甚至还被镜冲自己丑陋的样子吓到尖叫 于是走投无路的她只能去了名片上的女巫家 支付了巨额钞票后 女巫给她递来了一瓶神奇的不老药 没想到引下药水的梅德琳在瞬间就恢复了几十年前的美貌 而与此同时 一心想复仇的海伦正在诱惑恩尼斯 与她共同谋杀梅德琳 没想到这个老渣男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回到家后 机缘已久的恩尼斯与妻子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甚至还因为一时失手将梅德琳推下了楼梯 情魂未定的恩尼斯只好打电话让海伦来帮妻子收尸 谁知梅德琳因为不老药的功效竟变成了不死之身 但彼此被压变了 幸好丈夫的整容技术很给力 三两下就帮她补好了 而最后赶来的海伦在意外说漏了自己与恩尼斯的奸情后 就让梅德琳给一枪红到了水池里 不料就算腹部被打出了一个大洞 海伦也依然能爬起来 两人这才得知原来对方都服用了不老药 接下来就是闺蜜间的死逼大战 在他们抄起铲子互怼的奸细 恩尼斯已经看破红尘 并且打算离开这里 谁知却被这两个宠贵号的闺蜜 以前打晕送到了女巫的住所 女巫仍然用指简的说辞来诱惑恩尼斯喝下不老药 老恩尼斯在过完荒荡的前半生后 早已看透了不老药的谎言 所谓的永生不过是要你孤独的走完所有的人生 这并不是他想要的 所以在关键时刻 恩尼斯扔掉了药水 抛开了一切奔向了新生活 几十年过去后 情人恩尼斯已经变成了一坛骨灰 而永远无法老去的梅德林和海伦 只能又哭又笑的安慰着对方 故事结束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也许每个人都曾幻想过永生 都曾妄想过留住自己的青春 可你是否想过永远的年轻 可能就意味着永远的孤独 那或许是比老去还要更可怕的东西 所以这样的永生还会是你想要的吗 话说如果世上真的有能让 熔岩永迟的不老药水 你会选择喝下它吗 好了今天的电影飞跃长生 到这就结束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